花蓮縣議會保安小組成員一行人13號上午 在召集人縣員謝國榮 還有第二召集人縣員徐雪玉帶領之下 前往了解花蓮市豐川裡的一處畜牧場 了解魚菜共生藻份資源化的執行成效 業者現場示範利用藻氣來烹煮地瓜等 保安小組也希望環保局能夠輔導縣內更多養豬戶 把這個技術帶給他們 後面那個魚池 你們注意看這個魚池的水 還有它是用彩色的 這個綠色的有沒有 你看那個水是綠色 等一下你們去後面看 它已經變成水藍色了 花蓮縣議會保安小組一行人13號上午 在召集人縣議員謝國榮 及第二召集人縣議員徐雪玉的帶領下 切換了花蓮市豐川裡的一處畜牧場 了解環保局所輔導的魚菜共生 找份資源化的執行成效 它養豬戶啊 就排放了廢水 跟豬大便的話 它可以利用來澡氣來煮番薯 這個也是一種的方式 第二個方式就是說 它魚菜共生的話 就是說可以養魚 也可以種空心菜 種一些菜類 然後這些菜類包括腳白筍 它有固定的 這個廠商來收購 所以說賣的賣得很好 還包括空心菜 尤其是我們的農會的輔導 讓它上櫃到我們那個 菜市場去 讓我們所有的老百姓 能吃到健康的空心菜 這都是我們這個 這個魚菜共生的這個 所輔導的 就是我們環保 環保局所輔導的這個產業 讓我們這個養豬戶 多一點它的收入 這是我們今天來考察的最主要的目的 透過輔導後 業者實際執行 現在除了產值變高 廠內的空氣品質 也跟著大大提升 它除了水質的檢驗 土壤的檢驗 還有跟我們就是要排放 早家早逸的農地的煤盒 還有這個就是跟農業處申請 就是說因為你要灌溉農 肥份環餘田的這個金額 也是由我們環保局去申請 跟補助 所以還不錯啦 所以就是說我們農民 是減輕金額的負擔 只是你必須要自己去真正去做 第一個啦 除了對環境的 就是可以優質化 那第二個自己本身的租場的 那個空氣的清淨度也會比較好一點 保安小組也希望環保局 能將這項技術 輔導給線內更多養豬戶 讓花蓮的畜牧產業能夠整體大躍進 記者許立芹 花蓮詩報導 他這裡有血喔 就給你一個洪水隊 kann 然後先進行